大家好,今天是1月3号,也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 倒霉的2020终于过去了,希望2021年世界能够脾气泰来 每位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平安幸福快乐每一天 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也不想总是很沉重的做一些实证评论 我也想用一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 同时呢,这一期节目也是一个重度拖延症的产物 我发现呢,这种形式的节目不太好做 不过虽然节目拖延,但快乐永远不会过期 所以我秉承着虽然会迟到,但不会不到的原则 还是把它做出来了 这期节目呢,要讲的是一个在一个月前 突然在全网爆红的一位传奇人物 一代武林搞笑宗师 浑原形役太极门掌门马保国同志 让那个115公斤的双手来握握手机 你打吧,随便打 我不会打 不是你打我就行 我不看,随便打哪儿都行 你 我不行,我不行 我看你都不看,你都打不进来 我看你都不看,你都打不进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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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熟师波级冠军 保重 M0 波级冠军 他的名字叫 名字叫 你打的路线 你打的路线 这里面,有一个切换发动作 就切换发,这是切手 这是挂劲 这是 啊呀 哈哈哈哈 川宗忘符的简刀位置 你用拳放到你笔子上没 Cayce 我笑一下,准备搜拳 因为这时间,川宗 Columb the imp 2008 他已经输了 他要承认 我先打到他面 七个月前 马宝国拒绝了武林打架第一人 徐晓东的挑战 然后跟一位业余拳手比赛 结果在三分钟内倒地三次 从此一炮而红 然后被人扒出两年前 接受王志安的采访 和他的成名绝技 闪电五连鞭 从此闪电五连鞭 就成为江湖上的一个传说 五连鞭闪电五连鞭来了 五连鞭闪电窜红 自然有很多的模仿者 有模仿的唯妙唯俏的 也有模仿的半身不随的 下面我打一个连五连啊 这个现象引起了专业搏击界人士的注意 他们用科学的方法还原了闪电五连鞭 擂台之外的真正实力 今天来讲解马老师闪电五连鞭的最后一鞭 四鞭 一 五连鞭 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内人完全误解了 马老师闪电五连鞭的一个意识 马家工夫是用来刺杀鬼子 是用来在野战的形式 一对多人来进行的一种武术 实际上是一个工房的种 攻防攻击 实际也占成一个形式来进行的 你们两个来打我 攻防的一个转换 一个真正有效的攻击是 防守加上攻击的一个转换 实际上马家工夫全国只有三个人 能够明白得了马家工夫 我就是其中一个 除了拳脚 马大师的刀法也重现江湖 网络败事者层出不穷 我猎群在天 回风人生煞 我猎群在西市 归美名煞 我猎群在那 属心的恶法 我猎群在北城 长城乌鸦 我猎群在天 回风人生煞 我猎群在西市 归美名煞 我猎群在那 属心的恶法 我猎群在北城 长城乌鸦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拳脚 于是膜拜马大师的方式 也从模仿身手 扩展到模仿他的语录 特别是他的那一句 耗子为之 称为超级热词 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的 来骗 来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 这好吗 这不好 我劝这位年轻人 耗子为之 好好反思 以后不要再犯 这样子聪明 小聪明啊 武林 要一鹤为贵 要讲武的 不要搞 我里头 谢谢朋友们 既然你们都说模仿的像 那我就耗之为之 再来个连五边 我发誓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 尽管一众模仿者 活灵活现 但是最多也是被点赞 称为接近马保国这个原型 但有的人 被人称为是马保国的原型 200多近的英国大力士 都折不弄过这一个手指头啊 他说要护不试试 我说可以 我一手指头啪就站起来了 很快啊 然后上来就是一个左正灯 一个右边腿 一个左四拳 我全部防出去了啊 防出去以后 自然是传统功夫 以点到为止 右拳放在他鼻子上 没有打他 我笑一下 准备收拳 因为这时间 按照传统功夫的点到为止 他已经输了 如果这一拳发力 一拳就把他鼻子打过这了 放在鼻子上 没有打他 他也承认 我先打他的面部啊 他不知道我全放在他脸上 他承认我先打他的面部啊 我授权的时间 不打了 他突然袭击 左四拳来打我脸啊 我大意了啊 没有闪 他的左拳 往我的眼啊 还有的人 不用模仿身手 也不用模仿说话 只要摆一个pose 换张脸 配上音乐就行了 那感觉是非常的拉轰 被蜘蛛咬了 会变成蜘蛛侠 那被浩子咬了 就会变成 简单模仿 已经不能满足人们 滔滔江水一般的景仰之情 于是有人把马大师的身手 搬上了动画 更有高手 把马大师的身手 搬上大荧幕 人们这才发现 原来那些功夫明星都弱爆了 有武馆得有踢馆的 武踢馆 武员学校开几门的 过来 谁是馆主啊 马宝库 这位大叔的功夫 能要多厉害啊 能打两万的 全国能踢的 看看吧 他来 那个下去都不对 解锁一下 不比武功 比想法如何 什么是武术最高的境界 中国传统功夫是滚进滚出 整体是多烦的 动作太花俏 规定有效 比那些巴西如史要高运的多 老师傅 你怎么教徒弟的 没有套路 只有散手 你到底懂不懂拳法 这种武功 你怎么是个混蛋 最强的拳是什么拳 正常编腿 就是拳 那最强的防守又是什么 接话法 叫三百分 你怎么打呀 打手就一定很快 说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不跟我打 OK Come on 面对网上浪潮汹涌的调侃鬼畜 马大师听取了著名公关公司的建议 打起了温情牌 成功洗地 开学还有三天 我日子上大学的 学费一万块钱 连一千 自最强的 统讯 所以 我一直在 它就不相同 因为 我2020年 会进行 我建议 一起 在 在 我 我 我 在 我 泰国的工资在上海 所有的房子都花光了 2014年最后挑战以后 他们就黑物馆经常举报你 物馆一直处于亏损脑袋 交房子都有困难 为此我带款带来就说 回来换了个地方 他们还是追着 我路子已经另外找了后工作 这是为了养家户口 现在网上搞个豪子数值是吧 没有注册商票啊 这个是谁注册的 浩子为之也注册了是吧 啊他注册就注册吧 只要对年轻人有时候 启发教育都可以 网友们纷纷被感动了 原来马大师看似搞笑的背后 还有这么多辛酸往事 于是马大师的形象有望彻底扭转 年轻人不讲武德 我劝这位年轻人浩子为之好好反思 谢谢朋友们 看到舆情公关这么有效 马大师的信心又回来了 你想哪有一个20个岁的小伙子 打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 而且用偷袭的方法打 你想我速度那么快 我发手他都没有反应 我真打他 我先动手 一次就把他打伤了 但是没有打他 是吧 他一个左次权力出来 我放着以后 他后面都没有招了打不住 因为我收了以后 他退步以后 我收了就准备接收了 突然把我严打了一下 所以我说年轻人不讲武德 打电话给我的学生 我说我的功夫怎么办 Must the most功夫 In the first level in the world 打架就是个错误的口号 武功只有高低 基本上没有增加 这个东西十件是金 争来争去没多 金子总要发光点 通过这次社会上的朝鲜 他用我真正的信价 哈哈哈哈 传统功夫的春天 倒霉到咱不知道 反正马大师的春天是快要到了 马大师的形象不降反升 于是他躊躇满志 准备正式进军电影界 就是要一雪前耻 让人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功夫大师 眼看着一位曾经在30秒被击倒三次的假功夫大师流量俱增 不但徐晓东这样的打假人士看不下去 连一些正能量博主也看不下去了 骗一个人是骗子 骗一群人就是大师 马保国就这样骗了我们全国人成为了顶流 真是不能小瞧任何一个姓马的男人 信念破灭的时候 他也只能继续装下去 因为他不敢否定给自己带来了一辈子名誉和财富的东西 所以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税的人 特别是装税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时候 马保国看似只是一个梗 但他其实不是一个梗 而是千万谎言堆积出来的巨梗 马保国看似只是一个人 但他其实不是一个人 而是众多营销推手骗子神棍的共同体 看来这位博主是话里有话 大家可以反复揣摩仔细体会 在被揭穿了皇帝的新装之后 网友们又恢复了欢乐的调侃 马保国却开始恼羞成怒 撕下温情慈祥的面纱 对多位网友历声出言恫吓 就因为前两天发了一个关于马老师的视频 完了之后马老师给我打电话来了 恐吓我呢 哎呀真的是一天天的 把你的记者电话发给我 老子马上坐车去找你 你敢不敢来上海和我打架 你历史不远了 小心我找人修理你 早晚会撞见你找住你知道吧 找住你打你你死 我该怎么办呢 在线的 把你的记者电话发给我 老子马上坐车去找你 你敢不敢来上海和我打架 马老师对不起我打不过你 早晚会撞见你找住你知道吧 找住你打你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老子六七十了不怕死 碰见你非掐死你不行 马老师我知道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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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我说整天泡在网上骂别人 有意思没意思 中国人是不在马大师的眼里了 也就是C罗这样的国际巨星 才能让他稍微客气一下 咋了马老师小伙子你不讲武德你不懂 我没找你呀我也没惹你呀 你三十多岁有备而来 要不是我打的你你跟我撒啥戏呀 你爱打的视频我看了你咋不躲呢 我大意了啊没有闪 随后马大师又跟公关公司在密谋 准备下一波的舆情攻势 老国什么事啊 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 来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 你怎么不傻呢 我没有傻 就在马大师形象即将再次挽回之时 又一位知名博主冷不丁冒了出来 他强势力挺马大师 他理性客观的分析了马大师的年龄和状态 提出了一个非常公正的建议 这个最近我看到很多人黑这个马保国马老师啊 我觉得他那个闪电五连边挺厉害的呀 会不会要黑呢 而且从公平角度来讲 马老师已经60岁了 对方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这显然已经从体能上已经不公平了 所以如果要公平起见的话 我请求泰森出战 这样是吧 都是两个小老头打架 这样才公平 大家好 我是泰森 我是泰森 我现在要进入 我知道有传闻 我会回来战 这是一个可能性 你知道吗 我会在那里 好吗 泰森 泰森并没有开玩笑 他真的复出了 11月29号 54岁的泰森 打了复出全台的第一战 对阵刚刚退役三年的前重量级拳王 51岁的小罗伊琼斯 战成平手 给大家生动的诠释了 什么叫做爷清回 这么一来 只要好事者出得起钱 很有可能泰森会与马大师一战 于是 眼看马大师可能要命丧全台 英明的党妈出手了 11月28号 也就是泰森付出的前一天 人民日报重磅发文 马保国闹剧该收场了 人日说 他今年5月在观众面前30秒内被击到3次 他武术的造诣按说也都摆在眼前了 但最近他失败后的雷人雷雨却被热传 儼然要成为顶流网红 从霸榜一些平台鬼畜区到参与商业演出 再到街拍所谓励志电影 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招摇撞骗 说到底是一场闹剧 靠哗众取宠就可以风生水起 靠招摇撞骗就能拓展商业版图 有必要反思马保国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这场闹剧不是一笑了之这么简单 虽然人民日报说过无数的谎话 但这次是最真诚的 骗子骗流量又何止是马保国呢 于是一夜爆红的马保国 也就在一夜之间就凉凉了 不过仔细回味党妈的这次出手 我们认为还是保护马大师的动机成分更多一些 而广大吃瓜群众意犹未尽 还在回味着马大师给大家带来的欢乐 并生出许多脑洞 假如马保国是个rapper 有些人都变成了 那是这些人都变成了 不过来 全国人都变成了 不过来 坐下来 对这次出手 来吧 你们去看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沉寂半年以后 马宝国为何再次突然窜红 那一句耗子伪之为何有如此魔力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个是疫情之后大家贫富伤痛需要减压 而马宝国的小丑形象让所有人都觉得轻松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骗 除了他自己之外 第二 无论政治立场如何的人都不再否认马宝国的所谓传统功夫 就是一个笑话 这样所有人都带着一种智商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在消费他 第三 现在国内言论管得越来越严 大家在网上什么也不能说 也找不到什么乐子了 只剩下马宝国 既不犯禁也不敏感 全民共识随意调侃 其实我想这些马宝国本人也知道 但是他不说破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至于舆情公关 网络推手 那一定是有的 商业利益也是一定有的 如果他真的拍了电影 我想票房也一定会很高的 说到底 马宝国现象 人畜无害 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唯一一个不欢喜的可能就是党妈了 一开始 党妈觉得拿马宝国调侃 调侃 没什么 刚好让大家发泄一下 又转移一下注意力 又一个奶头乐而已 后来发现不对劲 大家在消费他的同时 似乎也在解构着正统的宣传 毕竟胡主编还说过 中医药 武术是维系他的梦想所在 而且一个全民共识的骗子大行其道 成为顶流 党妈的脸上也不好看 于是某一天某领导一声令下 马大师的网红生涯就提前结束了 这是一个荒唐现象 出现在一个荒唐的年代 希望马大师在2021年真正回归武德 也希望全天下的骗子 耗子为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 微信或比特币打赏 也可以加编辑微信 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何看法 也欢迎到我的电报群和个人频道审时多事讨论 链接在节目下方 审时多事频道会有一些独家的感想 回复观众留言和一些旅行vlog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我的那本书草稿即将完成 近期我将推出正式的众筹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并支持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订阅